日催商复原拔仔装的古王争霸战系列活动至今超过20年 今年县政府客家事务处营运客委会停办客装十二大节庆 而将活动转型为2022纵骨客运纪来办理 在活动前夕的今天客家事务处在复原保安宫祭拜祈求活动平安顺利 县政府客家事务处长彭伟祖主持会同地方各界级活动工作团队等单位人员 手持清香虔诚祭拜陈皇爷保佑2022纵骨客运纪 古王争霸战系列活动都能平安顺利 从附阵推广到成为客委会全国客庄十二大节庆之一的瑞穗香复原拔仔装古王争霸战 将近有20多年的历史 县政府客家事务处今年因应客委会因疫情而停办全国客庄十二大节庆活动也顺势做转型创新 以2022年纵骨客运纪来推广办理 我们把这些整个纵骨观光元素在地农业元素以及本来八字庄长久以来的古艺传承 我们把它结合起来以后我们选中了这个天河国际观光酒店 这个非常多国际观光客的地方 我们把它变成一个展现到国际舞台 7月16号登场的纵骨客运纪古王争霸战系列活动16号起到8月7号指每周6日晚间7点到9点在瑞穗天河酒店呈现 参与祈福祭拜的向待会主席陈辽安 乡公所等地方人士 顾虑可能因此降低地方的参与度 县府客家事务处长彭伟主则回应强调 整个活动全程免费入场 相信民众皆能共享胜举 那我们这一次呢就是把我们八仔庄已经延续非常历史悠久的这个古艺传承 我们让这些小朋友能够在更大的平台 展现他的知名度 藉由结合在地创新与国际接轨 县政府客家事务处希望让纵骨客运纪系列活动 一举让游客民众刻骨铭心 记者是日蓝瑞穗采访报导